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张鹏丽 三十一岁 金橱理工学院 石油化工专业 大专学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张鹏丽 毕业于湖北金橱理工学院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与各位企业家有一个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今天我想求职的是 新媒体宣传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您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 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简历 在这七八年的工作当中 其实跨度有点大 对对对 做过物流 对 做过网络宣传 就是文化传媒公司的网宣 对 还在科技公司 又做科技公司的物流 是的 然后离职原因都写的是自离 对 而且薪酬实打实地讲都不高 对 最高的一个到今年二月份 才是五千两百元钱 对对对 最低的是四千八 是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毕业之后的工作都和你的专业没有关系呢 这个问题是听从父母的意见 他选了一个专业 我个人不太喜欢我的一个专业 所以毕业之后你选的第一份工作 我可以理解成是按照你的兴趣去选择的吗 对 是的 喜欢做网络宣传 对 第一份工作的话 我是做了一个新媒体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们公司有一个他自己的网站 还有一个公众号 就是一些发布一些内容 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 当开始我是没有进入到这家公司的 是我给他投了一份简历 然后他没有给我一个回复 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亲自上门拜访 敲开了这家公司大门 然后很有幸的见到这家公司的一个CEO 跟他给了一个格外的一个面试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也顺利拿到这份工作 在这份工作期间 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我不是没有工作经验吗 然后有一天我们有一个线下的活动方案 需要实施 需要联系一下当地的一些高校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想通过一个网络 微博的一个私信去联系他们 当时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官微发私信 然后把这些所有联系方式 也一个一个统计出来 后来我又做这个表格 给他们一一的打电话进行确认 是否有这个意愿 就这样 我也认识到 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 做什么事 只要你凡是啃动老金 总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